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今天 特朗普就在Twitter上發佈了一條大快人心的貼文 他宣佈要將國土安全部 網絡安全與基礎設施安全局局長克雷布斯 是炒友的 為什麼我會說這個決定是大快人心呢 因為在就這個選舉舞弊的議題上 這位克雷布斯的行徑可以說是古古惑惑的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一起看看特朗普的貼文是怎麼寫的 特朗普就說 克雷布斯最近就著今年總統大選安全性的聲明 是高度不準確的 因為今次的大選當中 的確是存在著大量不當的行為 以及是舞弊的行為 包括了是死人投票 不准許監票員進入這個點票場地 或者是投票機發生所謂故障 導致明明投給特朗普的選票 轉了給拜登 以及就是在大選日期之後 仍然接收郵寄投票 因此這位克雷布斯的職務就要被解除 即時生效 很多對特朗普有偏見 甚至乎不知為何很討厭特朗普的評論員 馬上好像撿到槍 就說 特朗普的行為等同於獨裁和一言堂 無非就是因為這位克雷布斯公然跟特朗普唱反調 於是乎就連官職都沒有了 我就可以告訴大家 這些評論員 簡直就是狗屁不通 以及是漠視基本事實 首先來講 這位克雷布斯 在特朗普認為他高度不準確的那篇聲明當中 提及到 說今屆的美國總統大選 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安全的那一屆 到底這位克雷布斯做了什麼調查研究 是可以證明得到 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美國總統大選 都不夠今屆安全 這些顯然就是 政治立場凌駕一切的武斷 不能夠反映得到目前的客觀現實 事實上來說 今屆的美國總統大選 就是美國選舉史上 最多出現選舉舞弊行為指控的一屆 你竟然可以說是最安全的一屆 這個就已經是抵打了 第二件事 就是這位克雷布斯向媒體宣稱 說自己是政治中立的 自己的行為就沒有偏幫到任何一個政黨 我自己都認為 如果作為一位官員或者是一位的公務員 他真正是能夠做到超然中立的話 那就真是沒什麼所謂 因為不是說每一個人都有那麼強烈的政治傾向 問題就是究竟你克雷布斯做不做得到才行 當特朗普陣營就著很多選舉舞弊行為的指控 入稟了法院 結果都未曾審議得到出來的時候 你就已經是發表一份的聲明 去為這個 具有爭議的選舉結果背書 就等同於宣稱拜登當選 所以你克雷布斯去發表這一份的所謂聲明 就已經是違背了政治中立 第三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在那篇11月12日所發表的所謂聲明當中 根本上就是暴露了這位克雷布斯的政治野心 這一篇的聲明不僅是提到 說今屆的大選是美國史上最安全的一屆 而且裏面還說到 說目前就沒有證據表明 任何投票系統是曾經刪除 雕塞 或者是散改選票 或者是以任何的方式 使得選票受到損害 那麼好了 究竟這一篇的聲明是由哪些單位去草議的呢 原來就是由克雷布斯原生所任職的 那個部門核下的兩個委員會去草議的 其中一個委員會 就叫做選舉基礎設施部門協調委員會 好了 這個委員會到底有什麼成員 真的一說 你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其中一個成員就叫做Dominion 另一個成員就叫做Smartmatic 朱利亞尼曾經說過 Smartmatic其實就是Dominion背後的公司 但是估物論他這個說法是否真也好 大家就會看到 整壇的佈局他們真的很厲害 首先來講 在有份參與草議這份聲明的兩個委員會當中 其中一個委員會的兩名委員 正正就是這些投票系統公司 然後這份聲明出來 就是說那些投票系統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就變相是自己證明自己沒有問題的 出篇聲明出來 這個就已經是夠鼓劃了 事前是沒有作任何利益申報的 這個克雷布斯就沒有告訴人 這種情況 是媒體踢爆出來的 其次的就是 這兩家的 投票系統公司其中一家就叫做Dominion 他們就引述這份聲明 說這次的大選 那個部門都說沒有問題的 他就引述這份聲明說自己沒有問題 還自己一個清白的 你也算厲害了 這份聲明你也有份參與委員會 是去草議的 然後你又引述這份聲明說自己沒有問題 這樣也沒算 那些主流媒體又紛紛引述這份聲明 就說 說今屆的大選是美國史上最安全的一屆 然後又說那些投票系統是沒有問題的 這樣 就幫這個 選舉結果去洗白了 你說這個克雷布斯是不是抵炒 你明知道有這個利益衝突在裡面 為什麼在草議這份聲明的時候 你不告訴人 其中一個委員會裡面有兩個委員 是投票系統公司 你這個是不合當 還有你在現在這個時刻 就已經是繞過了法院的裁決 說今屆的大選 是沒有問題 是安全 這些完全就是違反了程序公義 因為在那篇的聲明當中 其實你是有一個價值判斷在裡面 而這個價值判斷正正就是 跟特朗普團隊 他們現在提出的上訴 那些的指控是相違背的 所以根本上 你這個克雷布斯所在做的事 絕對是值得被特朗普解僱 我更加認為特朗普把這個人解僱 才是彰顯公義 你沒有理由在法院未落到一個終極判決之前 就已經 以一個政府部門的名義 而說這個結果是沒有問題的 說今屆大選是安全的 這是罔顧事實的說法 好了 至於那些 Haters怎樣來罵特朗普 說他一言堂 說他獨裁 我剛才的這番解釋就很清楚了 完全就是駁斥了這些 無理取鬧 現在不是說什麼一言堂 或者是他跟特朗普唱反調而招致炒友這些東西 而是克雷布斯現在所做的事 似乎就是在幫那些投票系統公司來洗白 好了 接著就要再說一下另一件事 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 昨天舉行了聽證會 討論社交平台 在審查和壓制新聞報道 以及處理今屆大選上的一些手法 Facebook和Twitter 在上個月就猛壓制紐約郵報 有關於拜登的兒子亨特的 醜聞的報導 一時又屏蔽了別人的分享 一時又移除別人的連結 一時又說 這些資訊是未經證實 等等 反正他們真正的目的 就是要使得亨特的醜聞消息 傳播遭到壓縮 他們是成功了 主流媒體又積極配合 冷處理亨特的醜聞消息 對於這些社交平台的所作所為 又不聞不聞 任他們都去偏頗 現在這兩位人兄 一個就是 Facebook的行政總裁 朱克伯格 另一個就是Twitter的行政總裁 多爾西 有出席到這個 聽證會 當然他們遭到共和黨籍的 參議員的狂轟 其中 這個司法委員會主席格雷厄姆 就問他們 Facebook和Twitter 又不是報紙 有什麼權力 走去對於紐約時報 進行一個編審的控制 根本上 格雷厄姆所說的東西 是說得很好的 你完全是越權 是濫權 當然 作為一個社交平台 他們絕對有這樣的權力 來限制 某一些人發言 或者是限制某一些議題 來討論 比如說 有些導遊在網上 討論吸毒 當然你要封禁了 不讓他說 因為這些是違法的行為 而這些封禁的行為 就是恰當的 沒有問題 我都認為 現在你就住人家的政治立場 或者是政見 去屏蔽人家的言論 或者是限制人家的散播 這些就是超越了你那個 社交平台的界限和底線 你有什麼可能這樣做 將來你這樣的社交平台 不要笑別人微博 你其實這些有者 做得更加之欲酸 在別人的東西下面 就加了一句標註 你是剝奪 讀者的判斷能力 作為一個身處 在民主自由世界的讀者 難道你認為 他是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判斷 一宗消息的真偽 難道是要你Facebook 這個朱克伯格 或者是Twitter 多爾西里 去幫他判斷嗎 究竟你幫他判斷 你又有什麼證據證明 特朗普說的東西是假的 你也是證明到的 法院都沒有判 是不是 所以現在的參議員 一卵嘴地去抓住他們 這幫人是抵鬧的 反正這個民主黨的參議員 更加是離譜的 他們反過來質疑 說他們應對特朗普 發放一些錯誤的政治資訊 是不利的 喂 你不要那麼得意 現在你就是 因為控制著那麼多的東西 所以你就是有風使盡 你就想 把特朗普往死裡打 問題就是 30年河東 30年河西 你今天走去打壓特朗普的時候 難保他招有其他人 是用同一個的手段 來打壓你這批人的時候 你到時就無法逮捕了 為了一時的選舉結果 破壞了整個民主選舉制度 是不是值得呢 而且這些社交平台 如果真的懷疑民眾的智力 或者判斷能力的時候 喂 到底你還是不是擁抱著民主自由這些核心價值呢 你是在懷疑民智 你認為是民智未開 所以就在特朗普所寫的東西下面 就加一些標註上去提醒人 你到底認不認同民主自由這些價值觀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